那么目前得到的最新消息是 我们神州10号的返回舱和推进舱已经分离 目前神州10号的返回舱正在穿越黑涨区 相信此时此刻全球的目光正聚焦神州10号飞船 即将着陆的内蒙古四子王旗的主着陆场 那你准备情况怎么样 马上连线本台特派记者邱旭黎 邱旭黎你好 你好主持人 目前影响飞船主要的一个因素就是天气情况 那目前天气情况在主着陆场是什么样子的 给我们介绍一下 好的 那么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这一次飞船的主着陆场 这个内蒙古四子王旗的阿姆古郎草原了 那么说到这里天气情况 我想大家可以跟着我们的镜头看一下 那么现在这整个天气还是以多云为主 那么天空中有阳光 但是也有一定的云层 那么我们在现场感受到这个风是比较大的 而且整个气温也是比较低 不过呢让大家放心的是这样的这样一个气候条件 并不会对我们的这个神石飞船的这样一个顺利回收产生影响 因为我们之前也是从气象部门 包括飞船回收的相关部门也是了解到 就是像现在这样一个状况 应该说对我们整个神石飞船的这个回收呢 没有任何的不利影响 那目前现场的搜索人员 他们的准备情况怎么样了 那么随着这个神石回来的这个时间越来越近啊 应该说我们的心情也是越来越激动了 那么还好我们现在得到的各项消息啊 都是令我们非常放心的 那么比如说像我们刚才在来到这个直播点的路上 经过我们的飞船回收基地 我们就看到有很多架的这个搜索的这个救援机啊 就直升飞机的这个螺旋桨已经开始动了起来了 应该说一切是准备就绪 那么我们知道为了保障这一次神石飞船的这个顺利回收 我们整个这个地空搜救的这个部队啊 从四月初开始人员就已经陆续的来到了这里 那么从五月中旬开始以来呢 还进行了多场的这样一个综合演练 那么再根据这样一个演练的结果 大家不停的来调整这样一个搜索的方案 那么目前为止呢 是各项准备工作全部就绪 嗯 好 谢谢邱旭 嗯 谢谢邱旭